真的如此肚定 子萱心中的那个人 是你吗 海选马上开始 大家准备一下 按照名单顺序进行试音 这个老顾 关键时候老是两条子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小林 加油 好了 第一位准备好了吗 请进 加油 好 喂 你到底是谁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但顾祖 或者说 可以向你默默不语 胶 Executive 长相斯文 做的却是败类生意 条条大路通罗马 再说了 职业有不分高地贵�ائن 他分犯不犯吧 这话吧 跟我说这话的人多了 您说不烦 我就听烦了 说吧 要多少钱 没问题 没想到顾先生这么爽快 这样吧 我也为您破回力 再告诉您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 我还要跟你说一声谢谢啊 那倒不必 不过 我想顾先生一定非常想知道 我的消息是谁卖给我的 看来你不但是个败类 还是个不守行规的败类 规矩都是人定的 我只看钱 不过 顾先生 我是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 非常好心地提醒一下你 这个看女人还是要长点心 有话直说 这个邮箱 IP地址 可是来自于贵公司哦 那照片上的女主角 就是这场戏的幕后导演 顾先生 顾先生 你还是要擦亮眼睛哦 收到钱以后 我希望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您放心 顾客就是我的上帝 他上帝 他上帝 然后我会想到俩 然后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谢谢观看